三天前,在華盛頓郵報的截圖 Hogan's first batch of coronavirus tests from Seoul Korea were fraud, never used 意思是有一個人叫Hogan 第一批由南韓輸入的試劑出現問題 從來沒有用到 首先這個Hogan是誰 這個Hogan是馬里蘭州的州長 她有一個韓國籍的太太 在美國今年的四份島 通過一大段舟船之後 終於用大約940多萬美元 在南韓輸入了50萬劑的試劑 這就是這個試劑 這批試劑在四月份 當時我們知道美國的疫情爆炸 所有的州都在搶在全世界搶衣裝備 因為聯邦政府不肯幫忙 但是總統說 這些是你們的州的事 不關我事 所以那些州就唯有各處地方搶了 現在馬里蘭州就說 我太太因為是韓國人 所以可以跟韓國人聊天 通過幾晚的通宵談判之後 因為美國時間和韓國時間 差不多相差12個小時 所以通過很多晚通宵談判之後 終於弄到手就有50萬劑的試劑 因為總共花費了大約940多萬美元 但是現在華盛頓郵寶就說 你當時很高調輸入的這批東西 全部都沒有用到 因為有問題 然後第二天 這個是三天前 就是昨天 兩天前 這個州長出來說 你說謊 我們沒事 當時輸入的東西 是得到美國的FDA 准許的了 不過後來FDA改了制度 所以我們唯有換第二批 結果換第二批 我現在已經用了 過50萬劑之中 我用了40多萬劑 已經證明不要用了 而華盛頓報道是假的 現在大家在網上可以看到這個截圖 但是我們對外面人來說 看美國新聞 就拋頭了 華盛頓郵報照的大報紙 為什麼會報錯資料呢 然後現在這個又出來又否認 難道他否認是不是有沒有證據 我們什麼都看不到 因為那些美國的媒體 各有各報告 好像完全不需要你會報告的事情是真還是假 所以我們弄到我們在外面看 就騙了 到底是真還是假 我不知道 我也不能夠做到判斷 因為一邊說那些事無容 一邊說不是啊 有用啊 當然 這個州的州長是共和黨人 所以他們民主黨那些人出來嘩嘩嘈 就說州長現在你是不是隱瞞事實 要查 查了 但是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在一個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下 州長做事到底有沒有回勇 我們也不知道 很多人就說他們其實可能有回勇 所以公家錢是正式書面使用了940多萬美元 但是有多少回用我們沒有人知道 去了哪裡也沒有人知道 到底有沒有什麼也沒有人知道 而另一方面就是 這些東西有沒有用到也沒有人知道 而郵報說沒有 華盛領郵報說沒有 他說有 這些東西可以是一個所謂新聞自由民主大國出現 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根本在美國的新聞可信程度真的非常低 我也不知道是誰好 照理華盛領郵報大報紙應該相信 另外那邊Fox 都是大台 雖然我們覺得Fox支持共和黨人 所以他支持共和黨人 所以這個州長共和黨人出來說 否認照看燈 我們真的沒辦法知道是真還是假的